时到受到强茧的腐蚀之后 会渐渐渐渐的萎缩软缩 进而发展成狭窄 高雄有一位一岁男童在家中玩耍时 捡到家中没有锁紧的强茧清洁剂 误以为是饮料 喝入之后发生剧烈的疼痛 所以被家属紧急送医 在紧急安排未进的时候 可以发现口腔中有大量的溃疡 一路延伸到食道 食道这边有白色2到3度的溃疡 在靠近胃的部分 甚至有4度坏死性的溃疡 因此紧急的使用胃茧放入了鼻胃管 来维持食道的基本的通畅 但是食道受到强茧的腐蚀之后 会渐渐渐渐的萎缩软缩 进而发展成狭窄 因此病人在出院的时候 是带着鼻胃管回家 后续还是发生了食道狭窄的情况 那进食只能使用流直的食物 因此小朋友后续有规则的回来追踪 使用胃茎的气球扩张术 将小朋友狭窄的部分扩张 来维持进食的功能 强酸强碱或是清洁剂导致的食道狭窄 是不可逆的 所以预防胜于治疗 家中的危险物品 尖锐物品 铁电池强酸强碱或是清洁剂等的 应该置放于小朋友拿取不到的柜子 或是锁紧放于高处 那如果小朋友不慎 务实了清洁剂或是强酸强碱的时候 请不要催吐 反复的催吐 呕吐物会反复的侵蚀食道 甚至呛入呼吸道导致窒息 因此在发现小朋友务实义务的时候 务必带着现场的雨留下来的清洁剂 跟小朋友尽速送医